最近消息又发生了公安意外 台铁下邮报商有名工人 上午在台南佐证一处工地施工的时候 遭到掉落的电箱压倒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随后被获报的救护车赶来送一急救 当时这一名67岁的陈信工人 将电箱要吊挂上车 但不小心脱落了 当场被这400多公斤的电箱给重压 胸腔有多处骨折 其他工人发现了赶紧通报119求救 消防人员抵到现场时 压在陈信工人身上的电箱已经被移开 原来陈信工人在送一抢救之后 仍然宣告不至 紧帽在事后也来到现场财政 而且通知家属 同步也要通报劳工局来调查 是不是有公安属实